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给你庆祝 只是想不好怎么邀请你 犹豫了很久 没什么 突然有感而发而已 说了这么多 你也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垫一下 来 试试这个马卡龙 你 你突然这样凑过来 衣服会蹭上奶油的 其实 你完全可以让我靠近一点 没什么不能提的要求 在我面前 你不用举手 尽管去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亲爱的华生 生日快乐 还记得上一次你给我过生日时 我是要给你惊喜吗 现在 我来兑现诺言了 我当然是在你上班的时候偷偷准备的呀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个侦探 要是露出马角 岂不是自拆招牌 至于你的礼物嘛 我就藏在你的房间里 你回家找一找就知道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给你准备礼物不难 我要送你的东西清单早就有一百多项了 而且还在不停补充 就算我 我 哦 没 没什么 好了 你快许愿吧 我给你唱生日歌伴唱 好不好 开始了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girl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 我没事了 只是忽然想到隔了八年才给你过生日 总觉得错过了你许多重要的时刻 嗯 你说的没错 我们未来还会有很多重要的日子 那时 我一定不再缺席 愿你未来所拥有的 都是光明 且幸福的时光 你来了 生日快乐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刚刚只善照我故乡的风俗 为你进行生日祈祷 虽然我不是信徒 但只要他真的能守护你 我就愿意去尝试 嗯 怎么一直盯着我 果然是因为这个 不用担心 我没有弄丢眼镜 是我故意不戴的 你应该知道 在某些重要的祈祷仪式中 需要焚香沐浴 以示前程吧 我不戴眼镜 以自己最本真的状态 来为你祈祷 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 行动上确实会有些不方便 突然看不清 也会不太习惯 不过 只要你时刻在我的视线里 就没关系 惊喜 生日快乐 今天呀 是我陪你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当然要隆重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感动啊 下面还有更感动的呢 比如摆在你面前的生日蛋糕 就是我亲自设计的 喜欢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因为只要一想到 是为了你过生日 疲劳就消失了 其实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过生日 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还好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一定是刚刚点蜡烛的时候 蹭到了奶油 没关系 甜而不腻 入口即化 就是我想给你的味道 姐姐 你怎么脸红了 是不是觉得蛋糕跟我相比 还是我比较可口啊 我开玩笑的 一起吃蛋糕吧 之后 我还准备了特别活动 你可不能中途逃跑 我还不得了你 我还不得了吗 咱们 你怎么会想到我 我还不得了你 我还不得了你 咱们 咱们 我还不得了你 要你要不要 我还不得了我 我还不得了你 我还不得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